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动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儿出了个电焊神童 真的都有人来看我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说 这孩子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焊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玩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焊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跪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儿就一直没有找到 电焊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 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焊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be了 我能给他们焊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他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说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活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我给你说啊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乘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志胜 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得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重力发少年》这种节目 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区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志胜 喜欢志胜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亮 我们先不采访领校园 我刚观察了一下 彭于唱都要笑死了 你把那个给彭于唱一个换头 你怎么那么高兴 没有 前面我一直在笑 我每个都在笑 但你这个格外的夸张 你不用看我 你跟他交流就可以了 我看到志胜 我就想到了陆哥呀 很亲切 看到你 真的是 跟陆寒除了长得不像 像哪都一样 我好怕 但是我前面 更想笑的是 因为我看到前面那个 长得特别像我表哥 穿哥 对 你就是那家族企业的 是吧 长得特别像我七秒哥 行 你坐下之前 你直接你都站起来 得罪人的事干一个吧 你觉得他俩谁会赢 你知道李战坏不坏 坏蛋 我都投了 那不行 对 你投肯定 我也都投了 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现场的观众 那么废话 我这个场面话得说吗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压力有点大 我哥哥在前面 是不是 我觉得他今天 今天只剩上来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稳 对 他被前面吓着了 没有那个气势 对 有点着急 对 但我替我哥哥高兴 真的 你看这个场面话说的 今天是高清商大会 但确实只剩今天上来 好像打招呼都没有 之前散门大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感觉那个场 好像是暂时 上来那一瞬间 有点不属于我 我那一刻有点陌生 但是花姐说 好像人没讲了 这一热情就拍了 我拍的 这一个 没讲就拍了一个 我热情吧 你只要把你的名字 一报上 我就给你拍了 谢谢 谢谢 夏威 还是希望拍在梗上 还是希望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其实中间我又拍了 因为他刚才不是说 焊电焊吗 其实我也焊电焊 我学家电的 哦 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 必须得要去 要自己要组装 一台彩色的电视机 你说的怎么像 何同学干的事呢 经常干 经常干 就是打印一个PCB 然后把那个 那个那个焊锡 不是焊锡 反正就是把零部件放上去 然后拿电脑铁把他焊上去 听懂 我全听懂 我老师 最后一句送给你 电焊吧 少年 错 就是电焊 这个何同学跟智盛 在另一个节目碰个 我跟智盛是好同事啊 我们已经录了有八期节目了 对 就是智盛老师 他有一种天赋 就是当我们所有人在他周围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快乐 他什么梗都接得住 气氛也很高兴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智盛老师 他确实有这种喜剧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就是干喜剧的 肯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某川 这轮比赛是我对智盛 咋赢 找那也不如他好笑 口音也不如他好笑 甚至连山东的本土优势都没了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智盛捣吃得好看点 就是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杯水车心了吧 打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投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称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留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一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 我们学校是美国长青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太少了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边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令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 他们的家庭群 群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按资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 王总当二舅 我寻思这种客公司 没有上升空间吧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 当时就哄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生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 磨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 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 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烦我五百 我说那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 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反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在别处吃回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 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 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嘛 老板也带我们去 寺庙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抵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 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烦我五百块钱 谢谢大家 我是梦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出票 孟川其实太炸了 我厉害啊 厉害 冠军了 哇塞 冠军 冠军 赢了 赢了 川哥这个是怎么回事 跟智盛在一组 其实这一组 没有什么比赛的感觉 就我跟智盛 还有忽兰 我们经常是在一块写稿的 然后天天熬到深夜 但是挺开心的 就是我觉得 这才是脱口秀的感觉 大家弱化比赛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私底下 真的都是特别好的关系 这山东人是会说场面话 可以 没有不尊重山东人的意思 我觉得会说场面话 你跟弹幕的方法说一下 弹幕的方法 他没有不尊重山东人的意思 谢谢各位方法 谢谢大家 所有的都要说一下 开玩笑 川哥其实每期都会说一些 有山东元素的东西 但每次都说得非常好笑 这一期说得最炸 就是那种 太好笑了 何同学 就是刚刚他说那些大学 我确实有几个没听说过 我是全没听说过 你呵 但确实我感觉 孟川老师 就是他的文本跟结构 都特别好 这段子 哪怕你只是 就从这个书上看起来 你也会觉得很好笑 当然表演出来就更好笑的 所以真是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什么时候出书啊 年内 对 我写了本小说 应该今年就能出版了 名字定了吗 不能说 你现在说了 马上就到版了 你先别说了 对对对 我们就记得川哥要出书了 它是一个 就像何同学刚刚说的 就是从文本上看 就很幽默的 一个小说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我觉得七七都 看孟川表演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给你很多很多的 就是真实的故事 你一说我就一定会相信 就觉得 哎呦 这个真好笑 真好笑 今天这个时候 让我感觉到 好像中了彩一样 感觉到中到了 盲盒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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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款 我好像讲得有点乱 就是意思 好像 他的所有的场里面 我听到现场 是最好的一个版 您说的一点都不会 您就是缺增一格 给您补充 来 对 刚才那一几句 想像 Yo yo Like this 然后就可以了 刚才林花 是我先拍的 林花没拍 后来我们四个人 一直在拍 说到这个反五百 我们一看 谁拍的最多 但是孟川的 他有个特点 他跟我喜欢的 同时喜欢的 另外一位 杨波 杨波 讲脱口秀的时候 你得去想想 他讲的到底 是不是真的 对吧 那孟川一讲 他肯定是真的 对 特别诚恳 那这俩没有共同之处 对 一定要说一个共同之处 其实都是假的 其实都是假的 川哥是一个加速版 真诚版的杨波 让人更加的 愿意相信 但我相信 里头多数都是编 好 那川哥呢 也是得到四个拍灯 八票 进入等待区 那志胜也是四个拍灯 八票 让川哥回到舞台中央 其实这个挺玄妙的 本来我觉得志胜 一定会略赢一点 但是今天太猛了 梦川八票 徐志胜八票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梦川 徐志胜 最终的得票情况 这个好难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组 就异常胶着 因为志胜也是观众缘又好 哽也很密 川哥那段稿子也非常炸 所以就真的很难猜 难分伯仲 非常胶着 我感觉谁都有可能 应该在毫厘之间那种 蔡孟川 蔡志胜 当时我觉得 好像我的迎面大一些 因为志胜的四灯也晚一些 他其实 今天没把他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这张稿子 他还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心一直是坦在的 一本几分 这是小巴 没错 别等过来 别等过来 孟川192票 徐志胜177票 恭喜孟川晋级半决赛 别等过来 别等过来 孟川老师的文本太好了 就是他只要念出来 他就一定会笑得很开心 这个真的是 然后几天出一个 脱口摄影员扎实的这种原本功力 也是孟川老师能说到现在的原因 反而其实我们就基本都写到四五点钟 写到凌晨 就是我们希望反复验证和努力 就回报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事是头来不得的 满意啊 他已经超出我的心理运气太多了 我觉得今天算是达成目标了 达成的有点高了 走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是像您这样既会电焊又会种地 还会修车的脱口秀演员 确实非常的难得 就像我们经典绢山有机奶 只选用约1%珍稀绢山牛 好牛产好奶 至少 打开思路 有空也可以学学怎么养卷山牛 好吧 回去养牛吧 拜拜 救救他 救命啊 加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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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接川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智盛今天的演出 我觉得也是 我能感觉到观众也很开心 也很想给智盛行家一个支持 然后智盛也是 很努力地去跟观众 过去见起连接 但今天的连接 感觉总归还是差一点 就有一点点的错位 徐智盛跟川哥 最能体现天花板的 智盛那个段子 线下特别大 谁都接不了 今天好像也被川哥影响 上来的场就不对 但也很精彩 只是他没有发挥 那个本身最好的那个状态 来了 又见面了 观众其实一直在很捧场 一直在鼓励我 在鼓掌啥的 但是这个台上 你没说好就是没说好 你没说好 一定是你有原因的 反正就写吧 我肯定会写 好好的写 认真的写 好 谢谢 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徐智盛后面 我现在感觉脱口秀太难了 但是看到徐智盛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我现在我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 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M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没了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 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对吧 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她会准时放佛经 就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的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是快 就佛祖来到上海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奶奶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叨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的特别的多 特别杂 我奶奶觉得信的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观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当时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这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甚至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就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我们俩 效果文化理财界的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他不经理 理着理着快理没了 我现在误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APP 我跟他感觉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基金一定要谨慎 因为基金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相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谢谢老师和王志 谢谢你们 王志 有件事想问你很久了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答案 他要问我什么 该说的我都说了 没钱没房 有车 全新电动两座车 只是拎电瓶上楼有点沉 难道他想问 我喜欢他吗 嘿嘿 相处这么久 他终于被我的史上和帅气迷倒了 但他问了 我马上就答应 是不是显得我不太坚持啊 哎呀 还用问吗 我的大眼睛清清楚楚地写了两个字 喜欢 马上双十一了 我想参加全有家居 买三件免一签的活动 可还差一件 您愿意和我拼单吗 嗨 早说啊 我正想换个沙发呢 双十一期间 买三件免一签 福利大放送 就在全有家居官方旗舰店 他肯定不会给我好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现在的我可是口香糖 嚼到不甜就会吐掉 不会为了省钱 订闹钟抢优惠券了 像我这种多金的人 根本不会因为打折这种小便宜 就心动 哎 何广志 完了完了 他居然认出我来了 好高兴 没想到我已经这么出名了 嗨 我在想什么呢 一会儿走到他面前 我一定要神色匆忙 目不斜视 像成功人士一样 眼中只有一个目标 快点到达地铁终点站 好 老师 我这里有个优惠 你肯定喜欢 双十一全有全无新交配 全有家居 双十一买三件免一签 真的吗 双十一期间 买三件免一签 福利大放送 就在全有家居官方旗舰店 大家好 我是大沫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 对 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偶像剧里的爱情 这个我熟啊 是吗 就是那种恋爱之后 然后发现家族破绽 欲欲寡欢流落街头 被车撞到失忆 去医院查出十二种癌症 要书血的时候发现 你的女朋友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这种吗 这也太惨了吧 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 太惨了 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 比如说 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 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 手指碰到彼此 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 太惨了 对 这样 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你演这种吗 陪我演一下 好吧 那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那本 碰一下呀 要碰一下呀 一定要碰 当然要碰一下吧 老公 有人耍流氓 结婚了吗 演个单身好吧 好巧啊 好巧啊 我们有一样的胡子 演个女人好吧 演个女人啊 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 当然啊 好巧 好巧啊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我的 让一下好不好 让一下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只有一本了 那给你吧 好的 来回让一下好吗 来回让一下呀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那给你吧 还是给你吧 好的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偶像剧嘛 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 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 确实没问题啊 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 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 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 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 这种 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 你是主持人哪 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把婚礼 选在了校园操场 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啊 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 合理合理合理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正 还有这个环节啊 走在方正最前列的 是南方98岁的奶奶 我奶奶太健康了吧 这身JK制服 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 我奶奶太敢穿了吧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南方前女友方正 前女友还有方正吗 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正 你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正了呀 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和礼扔向了舞台 这是什么呀 标枪 她是要干嘛呀 渣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 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 太快了跑过了呀 又回来了吗 至此本次婚礼已经过半 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 应该是那个交换定型信物了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 这些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娘的问题啊 好的 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 你要救谁 救新娘 BB错了 救我妈 BB错了 那到底救谁啊 救救大海吧 这是什么机啊 环保支持测试题 这个机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 接下来有请二倍新人交换定型信物 好的 男方掏出了他胆结石定制的戒指 钻石 男方从他胆里掏出了钻石 从兜里 男方从他兜里掏出胆 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 小珍爱情的勇气 从兜里掏出钻戒 新娘掏出了钻戒 有个人尖叫了 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 戴手上就好了 好了 有请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这是什么呀 满满的一缸金鱼啊 哦 金鱼 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 不是啊 他只想说 你好多鱼 这完全不是他想说的 是你想说的吧 婚礼到此结束 婚礼之后啊 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 这么快 然后我在产房外啊 焦急地等待 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 要结束了吗 对对对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我不是医生 我是来送桶装水的 看枪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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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 演个医生就好了呀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放心吧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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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恭喜啊 哦 这是我的孩子啊 好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刚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孩子对你说的 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吗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轻叹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先生 你拿反了 我怎么可能拿反吗 先生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 当然可以 这边请 老婆 你辛苦了 你瞎吗 我是医生啊 老婆 你辛苦了 我是护士 请问你是我老婆吗 怎么 老公 你失忆了 没有没有 老婆 你看 这是我们的孩子 哇 跟我长得好像 是啊 你看 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 还不够了吗 谢谢大家啊 哇 太好笑了 这应该是国内最最好的 最好的拍拍了 对 这个好顶啊 感谢热食动物 喜欢热食动物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两位合作多久了 两年多吧 对 但是你们两个的默契 完全不像 对啊 不像两年啊 马上就火了啊 是啊 因为我们宁静姐 都已经听得乐出 那个踩鸭子脚声来了 我乐得 太好笑了 静姐 这个不上热 是不是不可能的了 真的是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 大家就见过那个什么 那叫尖叫鸡 还是怪叫鸡 那个 真的 你感觉这个人 从来没有乐 我一天就发现 我居然可以笑 我还可以笑 就是那种感觉 没有 没有 就是他 他掏出那个胆的时候 我就真忍不住了 真的 静姐以前 看过这种漫才表演吗 没有 没有 哎呀 我太好笑了 千怀姐看过这种漫才表演吗 有看过 但是很好看 今天我觉得 他非常好画面 然后是 我觉得是两个男人的浪漫 通常一个男人流天 应该是这个状态吧 然后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然后我是一直看电影一样 在看到很多画面 我觉得那个是挺厉害的 谢谢 我跟你讲 什么叫厉害 厉害就是今天不谈技术 就是笑 冠军 前两期 那都是什么 这才是冠军 这才是冠军 大家不要太激动 那个在上两期 大老师已经发出去 七个冠军了 我们拍屏第八 第一位朋友 刚刚他自己也说了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吧 他是自己主动选择了开场 很棒的 还是很了不起的 掌声欢迎孟川 开场这个事 挺奇妙的 因为我一直在晋级 我没想到 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 太难了 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 我写稿写的上火 我致尺都发炎了 前两天去拔牙 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硫石 然后后来上口疼 去复查 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 你昨天吃什么硫石啊 我说 纯生啤酒 医生说 那我再来点酒精 给你透一透 我说不行不行 我这人不能混着喝 邪高以外 我又经常带我小孩 在小区里边溜达 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 他们还问 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啊 我印象中就是 不是爸妈带 就是自己带吗 我说啊 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 我是一个单亲爸爸 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 我楼上的小朋友 四岁 每天练琴两个小时 我觉得不能说啊 就让闺女每天听两个小时 他孩子当钢琴家 我闺女当乐评人 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 隔壁邻居的孩子才三岁 去学马术 三岁啊 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 你去学马术 那个马能教你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吗 我去打听了一下 哇 医学期好多万 我们家然后就紧急 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决定不能让孩子 受在气泡线上 让我当马 为了让他一马当先 我得先当一马 我这匹马当的 善解人意 指哪怕哪 昨天又看到邻居 特别丑 说哎哟 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 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 我闺女可喜欢骑了 人家就说 那你孩子骑的马 是什么血统啊 我说汉祖 汉血保马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 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 我老婆就一定 想让孩子学会叫自己 她经常指着自己 说叫妈妈 然后指着我说 叫孟川 所以现在我一回家 我闺女就 回来了孟川 我就老想纠正她 我就对她说 不懂事 叫爸爸 有次我爸来我家 就喊了我一声 孟川 闺女特别生气 就冲过去了 不懂事 叫爸爸 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 就发现其实成年人 有时候比孩子 更不懂事 前两天在医院 就遇到了一个 巨婴型的病人 就在跟护士吵架 会说你看这一栏 微波炉 禁止热牛奶 大哥还挺讲理 我知道啊 禁止热牛奶 我又没有禁止 放凉牛奶 这就是潜意识里 按自己的欲望 扭曲话的意思 就像我初中刚开学 我爸就把我 领到老师跟前 说不听话就打 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 而且那个大哥 太自我了 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 吃螺蛇粉 我就委婉地劝 我说大哥 是不是不应该 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 但是拦不住啊 大哥说 这也太不刺激了 那种坚毅的眼神 我见过 就是我闺女非得 骑马了就那么看我 然后外卖到了 一打开那个盖 隔壁床 还在麻醉器的病人 就醒过来了 大哥说 这样有点刺激了 然后302病房 就开始沸腾了 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 脸都熏绿了 举着调瓶 恍惚中我都觉得 看到了自由女神 后边就是什么主拐的 坐轮椅的 然后护士就接到了 自由女神的举报 就赶紧跑来了 然后护士就说 拔床呢 拔床呢 瞎不让你妈来医院一趟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 都快点长大 让爸爸妈妈妈 手操着心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这次路转这么狠 就直接就在这当头了 到底也完了 谢谢孟川 是否希望在总决赛看到孟川 投票权在各位手里 最后三秒 倒计是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呢 为了保留悬念 暂不公布票数 我们当第七位演员表演结束 产生晋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在公布 川为什么这个结尾这么仓促 其实这个结尾是换的 然后我开始写了一篇 徐志胜和何广志的CP文 我俩不想听 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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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天晚上写他俩 我觉得这篇太脏了 这篇一定能赢 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赢得那么脏 我没法说了 我自己也羞耻 但是很开心 她最后这个结尾太硬了 但是娜姐好像听进去了的样子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希望孩子慢点长大 但是她那个是 说的是可能她的心声 但我是觉得 我的心声其实是那些巨鹰脉快点长大 巨鹰脉太烦人了 巨鹰 并且她光欺负人 她也不叫我爸爸 我就亏了 因为我觉得孟川 就是那种创作型的 其实我觉得 孟川本来写小说 然后 你有没有考虑过做编剧啊 我其实 就直接说吧 我是笑过未来的总编剧 所以淘汰了 不满期啊 淘汰了 我下一期就是总编剧了 哎呀 这个消息是从哪传出来的呀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从这一季比赛一开始 就说川哪天淘汰了 咱们就开始走上总编剧的岗位 结果一股溜溜答答的 为了不当总编剧 已经走进了半角色 厉害厉害的 那以后我们有电影的剧本 也能邀请你来 一起来参与吗 可以啊 哎呀 总编剧 可以可以 好得到了两个领校员拍灯四票 最后的成绩我们稍后公布 请川哥进入等待区 公司其实是准备在这个节目 是干总编剧的 没想到当了97的选手 加油 加油早点当上总编剧